草屯分局辖区内的水旺乡驻队 透过一年两次的定讯集会见面 分局长除了未免大家的辛劳 也特别颁奖表扬 中疗上的青龙城水旺乡驻队 协助警方维持地方治安 这个训练对我们队员来讲很有帮助 这个课程这是半年一次 对我们队员很有帮助 可以增加我们队员的应变能力 还有一些常识知识 今天分局举办守望相助队的讲习着 大概有两个主要的目的 一方面也是在目前精力不足的状况之下 借这个机会对守望相助队的弟兄表达感谢 谢谢他们在治安交通方面 给我们分局的协助 那二方面也是同意来建立这个知情的观念 那提醒所有的同仁在知情上面 特别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求安全的状况之下 在来求这个知情的绩效 虽然警方一再表示肯定 不过青龙城守望相助队表示 在中疗上去的手机讯号很差 死角相当广泛 平时因为这样 而当务围堵嫌犯的时机 所以填购无线通讯器材 是当前最重要的装备 因为像上次我们抓到切解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山上的时候 那个手机有死角 就没办法联络到我们的队员 如果是有办法 有队长机的时候 那我们那次的切解 不用一个小时就抓到了 后来就是手机不通的时候 又通信不好的时候 然后花了四个小时才抓到这个切解这样 无线电的部分 因为你要经过我们交通部 你要清醒后 因为这个频道 有固定的申请程序 这部分的时候 你要申请执照 我们目前我们可能没有专业的部分 没有到申请到我们的执照 所以说这部分 草屯分局表示 透过定期训练的机会 听取大家宝贵的建议 也希望所有的队员 要随时提高警觉 才能杜绝肖小危害的机会 明日新闻这么想 草屯蔡方报道 感谢观看